微通科设计有限公司主管胡文杰 缓缓走出台北地監署 大陆半导体业者速通半导体公司 在主北市成立微通科设计有限公司 作为在台办公室 却违法从事相关业务 解调货报后 在19号兵分三路搜索三个处所 并约谈公司登记负责人 郭新俊及实际负责人儿子郭家伟 和主管胡文杰一共三人道案说明 新北市调查处货报指出 速通半导体公司未经主管机关许可 在台湾设立公司 并涉嫌以高薪引用某科技公司的 数名工程师加入 郭俊俊及儿子等人 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帮他们向经济部办公室登记成立公司 依法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察官训后认为实际负责人 郭家俊和公司主管胡文杰 设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令两人各以20万元交报郭俊俊则是请回 G—颜ON G—颜ON BIN 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